照文化霹靂萬物 只會開天醜味霹靂 隱惠生人之後呢 胡錦朗普就一開始有霹靂的時候 派了七個仙佛 下來治世 因為七個仙佛治世的那一段時間 就是最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人心什麼都是 就是佛心 出來 這個人世界是佛心 所以派仙佛來 人家也要太快 因為仙佛來也是關我們政府主 來幾天來 回去回去 所以來 徒活就是 愛佛 二佛生育子 三佛甲山群師 四佛 雞丟佛 後佛孔佛心 六佛榮也師 七佛祭天佛 七個仙佛 待會就好 再來呢 仙佛治世的時候 沒有什麼什麼 所謂的沒有知識 是沒有知識的 因為大家都是佛心 都OK的 可是後來人心怎樣 後來人心慢慢的 就怎樣 有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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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就怎樣 等於說就變了 佛祭天佛的佛心 因為有了路 所以就又派了七孟之後 派了三喉佛地 下禮之理